200 302 连翘 连翘就是我们常用 常常使用的药物 这连翘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连翘呢 注意看看 你看那个产地 四川产者最好 四川的连翘 品质最好 这个性味呢 味苦心 苦味腥味的 连翘呢 是善结清火的主要的药 那张仲景呢 使用上面也是在清火解毒 消肿排龙上面 那临床上面呢 包括皮肤病啊 我们有热性的症状 皮肤里面红刺 我们都会使用连翘 小便不利 小便刺痛 也会使用连翘 这个大名呢 说通小肠排龙 治疮结 止痛 你看他所有的湿热的症状 因为连翘本身药性是寒性的 所以湿热的症状 通通可以使用 那唐龙川 你看连翘长的样子 他说连翘长得像 很像心包 你看心脏的外围心包 直轻 非常的轻 胃苦 所以能清心和上交头目之热 所以如果说 牙痛 鼻栽 眼睛的刺肿 刺痛 青春痘 都可以使用连翘 好连翘 这个药呢 连翘我们常常跟银花 帮来一起使用 帮来一起使用 剂量使用的时候 一般来说两钱 三钱就很多了 两钱三钱就够了 你也不需要开很多在 这个连翘里面 虚正的人 少用 因为连翘本身就是 清热 他没有滋补的功能 你可以看他的 那个中药的样子 干干的 这个壳 你拿到药 比较有精液 比较湿润的 都有滋补的功能 比如说你看到 芝母 有没有 麦冬 当归 生地 手地 你看到连翘 干干的这个壳一样 好像花生壳一样 那个瓜子壳 它本身没有滋补的功能 它是清 清除 没有滋补的功能 所以虚正 没有滋补的药的时候 没有滋补的药性的时候 虚正的人 人很虚的人 不用 金方里面 有没有 这个麻黄连翘 赤小豆 有个方子在里面 2 2 极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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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